国阵在过去两届大选的网络印象战当中表现很不理想 对此身为巫统梳理主席的阿木扎西 他就归咎于网络上有太多假消息 不但让民众对国阵有了坏印象 而且也让国阵成员党党员努力打拼出来的政绩毁于一旦 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然而今年的大选呢 他说国阵不会再坐以待毙 阿木扎西说国阵已经在沙拉越周选当中 找到了应对这个网络印象战的策略 想要更贴近人民 绝对不能忽略网络平台 今天人在沙拉越的阿木扎西提到 国阵将会反击所有抹黑国阵的报道 为了防止在野党的恶意网络攻击 国阵这一次已经做好了全面准备 巫统副主席西山慕丁今天在居栏出席活动时 与阿木扎西不约而同的提起了国阵候选人的策略 当记者问到有关候选人该具备什么条件时 他表示候选人必须具备正面的形象 这样才能加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